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放少量的杀药 包括里面也一样 放少量杀药的目的是 因为它是细菌蛋 所以它里面装了一些带菌的跳褥 包括一些细菌载体 如果药量大的话 那个热量就容易把细菌杀死 飞机空头 在150米到200米左右的时候 这时候爆炸散播面积是最大的 如果万一的话 这些东西没有爆炸 那么到地上以后 靠这个冲击力也足以把 这个跳褥炸弹 炸碎 这个细菌蛋 包括这个蛋壳的这个来源 特色 作用 让更多的观众能了解 这样也使大家能在918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那段黑暗的历史 和明白我们今天的生活 多么的来自不易 多么需要值得珍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